驅使患者有中期性格或年輕的話就有一點欲望 如果我們講典型的話就是吸煙 對煙的依賴情況實際上是一個習慣性 接眼以後就感覺到很愉悅 就是一種習慣的想法 但真正的躯體有什麼明顯的感覺沒有 所以我不管他這種能叫做精神的關係 再來就是代受性實驗後面提到 反復用藥 集體這種藥的反應性降低 總之為了達到原來的能量的了效果 我們要增加氣量 這個過程我們要做的 這個概念我們也要解釋 這樣的話我們就把概論的內容進行進行進行 從後我們就了解了什麼是失眠 這方面的焦慮 那麼我們對於藥物的評價 我們應該用一樣的一個方式去評價 以及呢 商品性之類和藥物性之類的這樣的區別 那麼在講具體藥物的時候 我們先把這幾個觀眾給大家注意到 接下來呢我們介紹具體藥物 首先介紹的是黃達爾旦濁類 這個中文呢是黃達爾旦濁 這個中文是黃達爾旦濁 是幾乎裏面有的層盤 一號一號一號放在裡面 上面一個草槽下面一個濁月的濁 黃達爾旦濁 那么这点其实要我们是D-C-Pine D-C-Pine也叫安定 但是现在呢我们都用这个 它的这样一个学名 D-C-Pine 它的半生期 我们也计划了 半生期呢 是30到60个小时 那么另外的 还有一系列的 一系列的软耳带蛇类 那么也就是说 它们的骨折是相同的 只不过在不同的 它这个部位的携带机 不一样 不到的一些长度 那么我们后面 就是在软耳带蛇类里面呢 我们希望同学们 只是把这个D-C-Pine 给要掌握 另外后面还有几个呢 就是说属于 长效 中效 短效的代表 比较良心 就可以了 但这个药棉 我们都列出来的话 学生们也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属于 本二代着类药的话 大家看一下 它们有些什么样的共性 除了一系列药棉 它们的后缀呢 它们的后缀呢 都有Z-C-Pine 只有特别的三座轮 和这个阿姆座轮呢 是这个另外的 但是呢 也是有规律 所以呢 有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英文药棉的 这个了解的话 有的时候 你也找到一些共性的东西 知道它们这样 就说 不类的 首先让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 Fapcom Penetics 也就是 药带种类学 指的是这个 白儿弹种类这个药的 药带种类 知道大家不学会 同学总统的话 大家知道 药带种类说的是什么样 我们说药品呢 比外乎点大 一大部分呢 就是药带种类学 一大部分呢 就是药效种类学 那么实际上呢 就是讲问题的两个方面 药带种类学呢 指的是我们机体 是怎么处置这个药物 机体怎么处置这个药物 而药效种类学呢 指的是我们药物 怎么作用于机体 是这两个问题的 这两个方面 那么也就是说呢 作为一个外来的物质 药物是一个外来的物质 我们机体也怎么样去 处置它 吸收 分布 代谢 排泄 这样的东西 那么作为这个药带种类学的内容呢 其实很多章节能 都会设计到 但是呢 并不是说 需要种类学们每一个都 这么详细地去记忆 而是呢 我们有些药带种类学 需要突出的 需要说明的地方 同学们要加以注意 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说这个 短二蛋 拙类这个药的话 它们是在肥肠道 又很好吸收 肥肠道也很好吸收 分布呢 比较广快 另外呢 有的时候呢 我们还要通过这个所谓的 肥肠外 或者是非经口 这样的途径 排泄药 就是这个词 就是肥肠外 或者是非经口 大家对这个词呢 也有个了解 听后看补线 或者什么的 就知道 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不是通过口服的方式 比如通过注射 通过吸入 通过直肠 这些都属于叫做非经口 非经口的方式 那么安定呢 就是我们讲到的 第七块的话呢 也有这个注射性 有的说 还可以进化 那么这些途径呢 都是属于非经口的途径 那么 代谢呢 是在肝脏 排泄呢 是在尿 这个呢 大家有个出复的了解就可以了 那再一点呢 需要强调注意的话 就是说 为什么刚才我们讲到的 普通的药物 它的败费期有肠有短 就在于有一些药物 它进入到体面之后 才肝脏呢 怎么样 带泄 但是呢 带泄之后呢 有一些药物 它仍然具有 活性 所以我们管它叫做 它能够产生 活性带形 活性带形 这种呢 我们比如像这个 低吸派 我们带人的信号 就是产生的活性带形 像低吸派的话呢 它在肝脏代谢 还可以产生 趋甲低吸派 凹杀吸派 在进一步代谢的话呢 才适合 那么形成一种结合物 一种排入体感 也就是说呢 同学们学过总论 或者有一个这样一个初步的印象 就是说一般来说 大部分的药物 经过肝脏代谢 是会使药物的活性 怎么样 降低 或者是消失 同时呢 使药物的急性增加 有力排出体验 这是我们 集体对药物的处施的过程 但是呢 有一些 反而带着的药物的话 它们在体内呢 还可能进入代谢 形成具有活性的代谢产物 这样的话 座位使咱们的办法期呢 也长得比较长 对这个问题呢 大家也能了解 好 先休息一下 展望 简单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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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再描述一下,接下来会不像的介绍。 反而在国类的话,一方面我们说可以用它的抗消力作用,缓解焦力和紧张的状态。 再有就是镇静催眠作用,以及催眠诱导作用。 镇静催眠作用,以及催眠诱导作用。 这个我们后面要注意看一下,不同的,拐绽期的药物。 拐绽期比较短的药物,一般来说用来诱导作用。 再有呢,抗清洁作用。 抗清洁作用。 因为有一些药物,比如像地心派的,注射品药,有抗清洁作用。 再有呢,就是所谓的骨合肌松痴作用。 这个我们都要逐项骨筋介绍。 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抗消灵作用。 抗消灵作用。 那么我们说呢,实际上,这个反而弹灼类的药物呢,能够产生,发挥抗消灵作用呢, 是在于它们可以和边缘系统的反而弹灼受体,就是BDZ,我们简称。 这个反而弹灼的缩写呢,就是BDZ。 反而弹灼受体的结合,而达到这样的抗消灵作用。 因为我们到边缘系统呢,什么我们早就跟我们的情绪反应有关系。 比较低的计量下,要注意啊,比较低的计量下的DZ派, 可以抑制边缘系统,还把核鲜核是晶圆活动的发放和草地。 这样的话呢,提到了过到我的抗消灵作用。 一般用于什么情况下呢? 用于这个以焦虑为主的神经过程症。 以焦虑为主的神经过程症。 而且呢,能够改善这个焦虑患者的他的这个整个的一种, 人生疲倦啊,失眠啊,心悸啊, 以及一些胃肠道不能混乱,就是食物神经不能混乱的这样一些症状。 在这里呢,我们提到这个所谓的焦虑模型。 焦虑模型。 因为实际上呢,我们要提到,就是说,这个不同的药物, 我们来评价呢,要来做一些药物实验。 所以要做一些药物实验。 那么,其中呢,这个来评价,或者说,寻找,就是我们具有抗焦的做出药物的话。 其中一个实验,就是所谓的,大鼠讲厂冲突实验。 大鼠讲厂冲突实验。 当然呢,我们要再强调一下,就是说, 并不是说,这一个实验做出来的结果, 就能够评价这个药物,就是抗焦的问题。 作用于这个,中生气冻药物,这个药物评价的话呢, 要,行不行,要做好几个实验。 就是不同的实验,不同种种种的实验。 然后,都有这个作用吧,才能确定。 当然,我们在这儿呢,就给同学们举一个例子, 来看一下,怎么去进行药物的,要效果发现和评价。 这块呢,我们用的是大白鼠。 然后呢,我们这样一个装置, 像有一个类似的装置。 但这个装置呢,有连接有风光, 连接有一个,这个杠板。 这个杠板呢,和这个实验呢,的发送连接。 另外呢,脚底下还有一个电扇板。 那么怎么做这个过程呢? 就是首先呢,我们要建立调节反射。 把大树装到这里头一共呢,一通电。 一通电,就是电,灯一亮,灯一亮的话。 然后呢,它如果无意识地,或者我们碰到了这样一个杠板的时候呢, 就有食物出现。 这个前提呢,这个大树就比较饥饿了。 就用食品出来,然后它就可以吃到。 然后呢,下一次灯一亮呢, 当无意识地碰了一下这个板的话, 它又能吃到食物。 那么碰到了,慢慢建立起来, 它灯一亮,它就去踩一个板, 然后它能吃到食物。 这样的话呢,我们说,它就建立起来了这样的。 好。 那我们找到这样一些,就是把它训练好的这样一些大树高的取牌。 当然这里头呢,就要有设立对照组。 这是我们一通药理学,实验学们就会更加熟悉的。 就是说,我们要有这个阳性对照,阴性对照, 然后呢,还有油腰和重。 我喜欢,我写给照组等。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说, 起码呢,我们有一部分呢,就是训练出来的动物, 我们来进行什么样的过程呢? 就是,再闪电,再闪电,再闪这个灯泡,再亮一后呢, 它去踩这个杠板,就会和这个以前的电扇板通电相比轻。 它就会电一下。 又不是说出食物,而是会电一下。 是这样一步的。 就是说,我们已经训练好这种条件反射的这样的大树, 我们把它关到我这里通过了。 这时候,这个电扇板就开始突电。 就是说,这个开关就可以开始发动了。 然后呢,它一踩这个杠板的话呢, 就突一下电,就会电一下。 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在产生闪电的时候,这个灯泡在亮的时候呢, 这些大伙子会想啊,我是踩好了,还是不踩好了。 这处也有什么,一种焦虑状态。 就是说,这种焦虑状态。 就是说,这个要你直接训练。 同时呢,要有这个足够量的样本数。 不是说一两只。 那么我们评价药怎么评价呢? 我们就把这种,出于焦虑这种大树的话呢, 我们给它,以前用了这个,比如说地心盘这个药。 然后,再放进去以后呢,它就会, 因为它刚才我说的,踩还不踩, 这是一个游易过程,它是有时间的。 这个时间是可以怎么样可以记住的,就对。 然后呢,现在呢,我们再给它地心盘之后, 它吃了这个药之后,它就会毫不忧逸地去擦。 好,这个就是说呢,这个时间呢,就会非常多。 刚这个呢,我们讲到,这是一个, 比如说呢,要好几个实验够击验证, 不是说这几个实验够击验证。 这个呢,我们再说,讲几个时间来了解几个。 第二个方面说明呢,就是镇静催眠作用。 镇静催眠作用。 那么我们说用药之后,可以缩着我们的入睡时间, 可以减少我们的觉醒次数, 可以呢,延长我们的睡眠这个时刻的周期。 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我们的肺。 比较为主呢,就是这个药物,这样一个药物做什么。 那么也当然有些因果。 这一头呢,需要我们先注意一下。 就是说,本而淡灼类这个药物。 对于这个阿尔叶, 大家刚刚刚刚讲到这个两个致命石像, 我们为什么要提这个主题, 随便的提一提, 不是要有用的。 大家注意看一下, 我们本而淡灼类药物呢, 对这个阿尔叶有缩的不明显。 这个不明显, 是和我们后面讲到的, 花蜜朵类相比较。 啊, 花蜜朵类呢, 是明显的缩短。 所以这样缩短不明显。 这样的话呢, 就不会出现, 或者很少出现, 我们刚才讲到的, 所谓的毒药, 反药性性。 那么我们用了这个, 这个药物作用呢, 可以来治疗失眠症, 或者麻醉结肺药。 另外小儿业精, 业瘤症等等。 另外呢, 有一个, 需要我们提一下, 就是说, 地心汉轻败注射的话呢, 有一个特点, 它可以引起短暂的记忆缺失。 就是说, 短时间的记忆缺失这样。 那么可以利用这样一个作用的话呢, 我们再给这个, 心脏电机复律, 这样的缓轮。 在用之前的话呢, 可以出败, 可以一点地心汉。 因为什么呢? 就是说, 因为电机, 这个过程空间, 很多人之后啊, 很速, 就是说, 会出现很多很恐怖的一些记忆, 或者是一些这个感觉出现。 所以我们另外, 它这个敬拜注射的话呢, 能获使它的记忆展示, 确实, 到这个现象里有多重心。 这是我们要提到的。 那么, 和巴菲陀类药物相比较。 和巴菲陀类药物相比较。 作为镇静催眠药物来说, 反而代注类药物呢, 它们的治疗指数比较高。 治疗指数是属价于药物安全性的指标。 这个呢, 希望同学们马上会回想起, 我刚才描述的两条曲线。 那么, 这个, 反而代注类的治疗指数比较高。 增加剂量呢, 它们一般不能够达到罚醉的作用。 所以不能把这个, 反而代注类作为罚醉药物。 而巴菲陀类药物有些药物可以最好。 再有呢, 就是反药现象性。 刚才我们讲到了, 它因为缩短R, EF, 不明显。 所以呢, 这个问题呢, 就比巴菲陀类药好。 再有呢, 就是没有干药物零用到作用。 这个呢, 指的是和巴菲陀类相比较。 本巴菲陀类药物呢, 是一个肝药物零用到作用。 待会我们要讲到, 同学们对这一点会更无敬。 再有呢, 就是有机体对药物产生的依赖性相对比较轻。 那么, 比如要换到你, 巴菲陀类和巴菲陀类, 比较有些什么样特点的话呢, 我们图的几个方面可以进行精神。 再来就是, 第三个方面说就是抗精诀抗癫痫作用。 因为我们下节课呢, 给同学们专用一章来介绍抗癫痫抗精诀药。 到时候我们会把这个癫痫的不同的发作类型, 以及选择用药, 这样就介绍。 在这儿呢, 我们了解一下, 有些, 反而在准备医药具有抗癫痫抗精诀作用。 像用一些至轻的这样一些工具药, 物思作, 或者硬房解毒素, 给这个动物给的话呢, 它会出现非常明显的这种脚踪返章, 这种精诀的状态。 那么, 吃鲜医药之后呢, 可以得到很好的关系。 那在临床上用于什么呢? 用于破伤风, 破伤风它会产生明显的精诀, 精诀现象。 另外, 子弦, 子弦指的是这个认身高血压, 认身高血压在非常高的情况下, 会出现昏迷, 不是出现这个四肢, 要这个就是, 冲除, 这个震颤, 所谓的这样的精诀的现象。 再有呢, 小人高热, 高热到一定程度的话, 你会出现精诀。 我们都可以用这个, 带阻力药来回忆。 再有呢, 就是一些药物, 一起进去。 那么, 对于癫痫的发作, 因为我们没有讲到癫痫, 所以什么是癫痫大发作, 什么是癫痫持续状态, 我们放到下节课里, 一起解释。 再有呢, 我们说, 反而带阻力还具有肌肉松弛作用。 肌肉松弛作用。 大家要注意, 我们讲到这块肌肉松弛作用, 是发自一中枢, 而不是像我们前面的那个, 老师介绍的, 传出社企业的作用, 对神经肌肉肌头处, 阻断一些瘦体, 或者是, 这样区体化, 区体的这个, 人气松不是这样, 而是中枢系统。 它主要是, 医治了脑袋, 网状水后, 下层系统, 对积随神经里面的硬化作用。 如果增加计量, 在比较大的计量下, 还可以增强, 继随神经元, 突出前抑制。 这样的话, 就抑制了多多数的反射, 引起了广泛的急速。 引起广泛的急速。 利用这个, 短而弹准类的这方面, 能作用的话, 在临床上。 在临床上呢, 可以用于这个, 脑血管以外, 脊血损伤, 所导致的有机强值。 就是在有些情况下呢, 会出现过度的急速的强值。 那么, 我们可以用一定的, 利用它的急速作用, 来得到环境。 另外呢, 就是局部的关节病变, 腰肌老鼠。 也有呢, 有些肌群呢, 过度的这个, 性温性过强, 出于过度的紧张状态。 也可以通过它那种, 来自于中枢的这样的, 全面的进行作用, 得到环境。 另外呢, 就是内微器的检查。 我们知道有多多的肌肉, 部部器官, 使得你的那个, 呃, 泰文部呢, 放进去, 这时候呢, 你可以用一些, 寄送药。 那么, 前面我们讲到它的药的作用。 那么, 它如何发挥药的作用? 我们就要进一步来产生它的肌脂。 实际上, 我们的药领呢, 不外乎就是这个肌脂肪。 啊, 药带风里学, 药物的这个, 这个药效, 啊, 药效里头呢, 就要包含作用机脂。 再有呢, 就是领创音乐, 和主药的方法。 就这样, 六个大块。 但是呢, 我们在学的过程中间呢, 有些药物它的作用机脂非常不确。 啊, 而且呢, 这种机脂肪呢, 解释很多问题。 那么, 我们这个老师呢, 又发的工具比较大的去挤。 就是, 画比较大的片子去挤。 那么, 基本上呢, 同学们应该有一个掌握。 就是, 像这样的这个地方, 可能会是, 我们考试啊, 或者是, 我们大体。 啊, 就是说, 你可以去, 比较明确的, 比较悬念论论语的事情。 啊, 不至于呢, 就是, 你很小的一个问题, 我们不会去一个大足夕的语言语。 啊, 占十分, 这样子。 那么, 我们来说一下, 短儿弹主类呢, 它是要和它的兽体, 而成结合。 那么, 有人就研究, 这个短儿弹主, 集体有没有这个兽体呢? 存在着短儿弹主的兽体。 啊, 因为现在呢, 这个我们的研究手段, 我们的这个, 呃, 整个的这个测试方法呢, 呃, 呃, 进步了以后呢, 有些是可以达到, 和这个, 观察到的。 啊, 现在我们介绍呢, 就是说, 现在已经能够确认, 或者是明确了一些, 这些东西。 那么, 短儿弹主要呢, 它的分布情况是这样。 在皮层呢, 最后, 在边缘系统中倒呢, 呃, 甚至, 脑袋会继续也比较少。 那么, 发现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就是它的这个, 短儿弹主受体, 它的分布, 这个区域, 和呢, 嘎巴基丁酸, 啊, 就是阶别, 它的这个雅形受体, 就是阶别A受体的分布区域, 非常相似。 啊, 就是, 有, 反而弹主受体分布的区域, 也有阶别A受体的分布区域, 这个, 这个出现, 啊, 有它的存在。 另外呢, 我们还要提一下, 就是和什么呢, 配体呢, 以后系统呢, 绿利子图有关系, 啊, 和绿利子图有关系, 发现呢, 这个绿利子图周围呢, 有五个结合位点, 啊, 有五个结合位点, 啊, 有五个结合位点, 一个呢, 是阶别A, 一个呢, 就是反而弹主, BTC一发, 反而弹主, 再有呢, 发菲菲菲菲菲, 还有呢, 就是阴防几毒素, 以及呢, 神经载体放入, 这样和几个绿利子, 这个呢, 同学们是了解成的, 就是说, 知道我们现在研究到什么样的程度, 啊, 嗯, 这个, 嗯, 生不生到什么情况下, 啊, 啊, 那这样一个博士图呢, 同学们来看一下, 嗯, 嗯, 对我们理解和解释, 反而弹主的素质机制呢, 会有盲促。 这个我们说呢, 神经货收, 有这个, 经过一些过程呢, 得到这个, JPA, JPA呢, 货收好的JPA, 不处存在的抛数间, 一旦神经车后到来以后, 那么, 它会, 啊, 会, 啊, 他会, 啊, 和受体结合, 那么, 那么, 使瑞丽的通道开放, 啊, 瑞丽的通道开放, 啊, 那么, 这个博士图, 这两个三角呢, 这个呢, 两个三角呢, 是这个, 这个, 反而弹主的, 而不是, 这个, 这个, 这个博士图, 我们有一个初步的这样, 一个印象就可以了, 啊, 那么, 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一下,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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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才把这个, 博士图, 啊, 看到了, 是说, 这两个受体之间是有关联的, 但是, 怎么发挥作用呢, 来说一下这个问题, 反而弹主的呢, 是和反而弹主的受体结合, 啊, 啊, 结合以后呢, 出现一个现象, 就是可以使了接边受体的调控蛋白, 发生变弓, 单注意一下, 这是反而弹主的受体,啊, 和这个, 这个, 和这个, 会使得这个, 这个接边受体的调控蛋白, 发生变弓, 使得接边呢, 这个, 这个A小体被激活, 和这个 bên 激合力就增加了, 啊, 这样的话呢, 就使得类粒子图と开放的频度增加, 大量的类粒子内容, 使得细胞处于超激化状态, 啊, 超激化与不反弹的状态, 啊, 所以呢, 我们想到了, 实际上, 本二弹主呢, 它是一個輔助 或者說只有在GNABA的症狀下才能夠體現出的作用 就是說它使得GNABA受的那種調酵蛋白發生電波 使得GNABA重體激活 有更多的GNABA和重體結合 使得綠粒子獨到開放的皮膚增加 綠粒子大量內容 使得細胞內的綠粒子獨度增加 使得綠粒子獨度增加 如果我問到百二蛋卓怎麼發揮作用 它的作用機制是什麼 你把我剛才這段話給我比較清楚的描述清楚就可以了 那麼百二蛋卓我們說 因為你闖話了 它是不良反的 不良反的 一般伎倆就是文化物料治療伎倆下話 一般不是很無限的 可能有些用過之後已經頭暈啊 精神不集中啊 要失睡啊 這樣一個狀態 但是又到了 要大的劑量 就是大家我剛才講到的 劑量增加 出現的一個現象 出現 所以我們說的是 和血藥度有關係 和血藥度有關係 另外呢 還發現 有些時候呢 會引起這個核包膽 力細胞減少 特別是 有暴動 有隻雞的這樣 出現突出的這樣一個現象 偶然有暴動 但是呢 就是說對於懷孕的父母 對於懷孕的父母 那麼 再進一步 急性候補的話呢 就是我們剛才講到了 影響到呼吸 和血管上說 生物出現昏迫 呼吸抑止 這裡後呢 我們要提一個要務 這個 薯馬西利 那麼 薯馬西利呢 它是這個 凡二但卓的受體矚斷擊 那麼它呢 就可以和凡二但卓的競爭受體 我們大家形容過了受體矚斷擊什麼的概念 對受體怎麼樣 有沒有情合理啊 有情合理 有沒有那些核心呢 沒有那些核心 就是這麼樣的概念 就是有集合力也能用这两个性格 站这个位置挡住着法尔弹镯和寿品结合 所以我们如果要找到 比如说 法尔弹镯中午 也就是要介入药品 我给你五个药品 你就能把这种层层捞住这个药物 这是我们需要同时的药物 另外呢 就是属于法尔弹镯类的同系 同类药物 那么有呼吸汗 它的作用和这个密吸汗相似是属于成效 另外消息汗 消息汗它的这个 30分钟醒效 维持时间就到8个小时 这个时间跟我们这个时间 周期基本上是相当 另外这个药物还有一个抗天性作用 所以你下期跟我们一起试试吧 另外一个短效的 短效的 就是艾塞尔弹 艾塞尔弹叫舒禄安定 大家听过这个试吧 舒禄安定 它这个特点呢就是 就是服用之後20分鐘,就是比較短的話,20分鐘就解消 所以適合於什麼樣的類型呢?入稅困難 入稅困難 對於這個D-C-Pine,就是這個玩兒帶著類的話 我們就是D-C-Pine為主要的,把主要的共產和共性的東西的標準 就是藥理作用、作用機制,還有呢,特殊的解毒藥物 那麼,三個毒類藥物的話,我們從這邊徵上了解就可以 第三節的話呢,給同學們來介紹一下,所謂的新型的抗精神睡眠藥 新型的症狀睡眠藥,同時也具有抗焦力作用這樣的藥物 因為現在你腸上,越來越多的非種的藥物 野生的藥物呢,就是低光環環環 實際上,他們前面這段,本來講的是藥物怎麼樣? 藥物帶入比學合,吸收比較快 吸收比較快,就帶起效率比較快 另外呢,代謝的話,可能至少是有一種活性代理產物 代謝的話,除了藥和糞便的東西 對這些藥物的話,其實現在研究的還不是很透徹 還不是很清楚 有人認為呢,是說它合的是五腔四胺EA收體的部分機動機 五腔四胺EA收體的部分機動機 也就是說呢,對這個藥物,發現它有很好的容效 有很突出的一些特點 但是呢,真正深入到它的七十點修呢 現在還不是突出的引領 有一些實驗室,作為一些結果,能反正進入列出來 那它這個藥物呢,主要是對於 由於焦慮,它抗焦慮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說呢,是由於這個 什麼樣的類型識別呢? 是伴有焦慮,情緒的這樣的識別 以及抑鬱症,有很好的表現 重規的藥物還有幾個 這個呢,就是把這個藥物列出來 當然是要求同學呢,去記 就是說,了解一下,屬於新型的 這兩次面藥,都有這些藥物嘛 它們的後製的話也有複性 那麽我們說,這個藥物呢 為什麼說它這個,離家好的藥物推腫呢? 就在於,一個是症状的訓練性比較強 另外呢,由於它們的吸收快的話 入睡也非常快 而且呢,是增加深睡毛 使得那個,患者呢 醒來後呢,感覺到神經吸收 整個呢,聚免體量的作用 聚免體量的作用 再有呢,它們沒有肌肉素質作用 就是我們剛才講到的 所謂的中屬性的肌肉素質作用 這樣的話呢,就是不影響這個 這個駕駛的機能 實際上我們講到呢,就是說 因為這個駕車的話 它是一個運動的掌控運動器 這時候呢,就要對於各種的這個 反應時間 要對你的這個反應時間呢 有一個很好的要求 但你要落下我們呢 請用到了一些傳統的症状腰 那麼,它是處於失睡狀態 反應遲鈍 那麼你就不能夠去駕駛這個車輛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運動器 但是呢,這類新型的藥呢 它有這樣一個比較好的地方 同時呢,無產生耐受性 就是說,不會隨著理工藥的時間延長 你需要增乾肌量才能達到你需要的效果 停的藥是不現狀,要卸效 所以這類藥的話呢 可以說是,就這個這類藥 這個症状這類藥的發展性的方向 研究,需要深入的系統統計來研究 同學們有興趣啊 雖然我們就是說,往了教學改革的話 實際上也是,說有些主動學習 不是說只是PVR所唯一的一種改革形式 同學們應該學會主動學習 那麼我們今天這些課 這個,會不會可以下去 我們對這個心情的這些藥呢 有一個了解,看它研究點一個什麼程度了 還有沒有更好的,或者說呢 就是說,評價一個這些吃棉藥 還有些什麼樣的手段等等 這些東西是不是都被我們最興趣的去協調 這樣的話就會使你的心情呢 就是更主動 同時呢,也了解的內容呢 所以我們就做松鼠,寫起來這種紅燒的地方 第四節的話,我們來說一下巴比土的藥 巴比土的藥的話 實際上它這個 出現比較短 十八十幾年就有用 但是呢,這個 現在的排到比較後的位置 包括我們講解呢 也放得比較靠後的位置 就在於它在你床上呢 現在因為有人很好,其他的藥物去帶它 已經第一位比較靠後 基本上用的很少 但是也不是絕對不用 有些情況下還是 這個,有它的應用的價值 這塊呢,我們先提一下所謂的藥物的後效關係 後效關係 實際上呢,講後效關係指的是什麼呢 就是研究藥物的節奏和它的效應之間的 這樣一些規律性的東西 對於巴比土類來說的話 是研究後效關係比較好的一個範圍 也就是說呢 知道它的這個結縫中間 哪些取代機 是以什麼樣的形式出現 會對它的作用產生相當不相 這也要有些規律 這是它的一個譜圖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這兩個位置是輕的話 就沒有譜圖 必須有相當的取代機 而那個取代機呢 一般呢,是探數 是兩個到兩個 或者其中有一個是本環取代的話 做比較好 正經的訓練做比較好 那麼本環取代呢 就是本大理 再有呢,我們再來注意一下這個R2 就是這個R2這個取代機 如果它要以假機取代的話 要起效較快 這也是我們知道的 再有呢 就是這個氧 如果被牛所取代的話 就取消非常快 待會我們再講到這個標誌 就是牛根理論 取消不養的 那麼對於這個後效關係呢 我是要求同學們了解就可以 就是說 我們知道 實際上這個後效關係的研究呢 不是醫學生的 有的 我們知道 有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